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靠老百姓这个民兵 靠那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三天的军事训练去保家为国 我觉得他应该是承受很大压力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他口风不断在变 不断在变 那就表示他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领袖 一个很有经验领袖 他不能这样变来变去 那他这个变来变去 一下说我们应该不要再打了 我们什么都可以谈 我都可以谈 我现在加入北约我不要了 什么都可以 那后来过两天又硬起来了 说要打 又软了 又要谈 那他一直在 自认为自己很有创意 出了很多点子 我觉得有点像在演戏 在现在这个这么严肃的地方 我想以普丁的这种老谋生算 他是一个非常长久在那个 打了好多次仗了 他一定会 不会只为军事而军事 他会不断地把他逼到一个 就英文讲不断把他 把他推到那个角落去 那他现在就慢慢被推到角落 等他的部队不断地被歼灭 那么虽然有很多捷报 这个乌克兰军人很勇猛 超过俄罗斯的这个 当初的预期 这种我相信 就是说乌克兰军队是很 消耗善战 可是问题是没有制空权 没有制空权 没有外援 你只能 你不能突围 你就躲在你的阵地里面 那就等着一个被消灭 你没办法击退敌人 那你只能在这里等这个战争持续的 等着持续 看谁撑得久 就撑得久 而且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如果说他今天断水断电 你就很难撑了 然后断粮 因为你被包围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包围 俄罗斯我看他一开战场 他就是东为石 西为虚 对不对 基辅是虚 然后呢 所谓的分割 把你的战场分割 国家分割以后 分割包围 下一个就是歼灭 那现在已经在包围了 包围才会有人到走廊 才会有地方让这个人民出来 如果 如果没有包围圈的 也没有什么人到走廊 老百姓要走就走了 所以看起来是都包围了 所以看起来是都包围了 那我觉得他就基本上 这人其实每天得到的战报 就说哎呀 又一个城市陷落 现在两个了嘛 现在两个市场也换了嘛 那么俄罗斯现在看起来在做战地政务 战地政务也就是说争取民心嘛 那么因为当时俄罗斯打 这个乌克兰打内战以后 当时的Polosenko就两个口号 他说我要让你们的退休人员 都没有退休金 因为这些是乌克兰人啊 可是你们先叛变了嘛 你们先不忠于乌克兰 虽然你过去替乌克兰效命 你有应该国家给你退休 你们这些人通通没有退休金 那我要让你们下一代都在哪里 都在地窖里面长大 打了八年了 那现在以俄罗斯的军队 他控制的去 我想他现在在做战地政务 所以不断的这个俄罗斯就说 我们有多少人到救援物资 进入了卡尔克夫 进入了马利波 进入了哪里 这些就在做战地政务 就在争取民心 稳定民心这一块 那不过我觉得就俄罗斯的可能战略 就是说他已经为后战争时期 已经做了一个怎么样 他也在做人口的这种转移 他会变成很多地方 当初可能是乌克兰军队占领优势的 包括在这个顿内刺客跟卢干斯克里面 因为顿内刺客和卢干斯克里面 这个州的一半是乌军控制的 那现在把这个原来被乌军控制 他现在在怎么样 他现在变成人口的一种转移啊 都变成亲俄的人士 那我想现在就在做这种战地政务 这些我想 对哲伦司机来讲 我觉得他应该得到的 这18天来他得到的讯息啊 应该是坏消息多于好消息 那么你看他的脸上表情 这几次这一两天 我觉得变化很大 那么前几天 我觉得跟那个欧洲 欧洲议会 还有跟英国议会讲的时候 慷慨激昂 慷慨激昂 而且这个投书的也很好 刚理过法 然后精神振奋 这两天就感觉变化很大 那么他一直投出了很多要和谈的这种 所以14号今天就要谈嘛 他们现在 第三轮 第四轮 这一次的会谈中 因为他们的档次啊 不是处理国际间的地区性的问题 国际间地区性的问题 应该是布林肯 跟王毅他们在谈 也就是王毅跟布林肯 他们本身就可以去处理 恶物的问题 那以苏利文他的关系 因为苏利文他的任命 他是不需要国会任命的 是总统直接任命 所以他是总统最贴身的 的私人的 等于是有点像私人的 安全顾问一样 所以他是代表拜登 然后杨洁篪是等于是代表习近平 那所以这两位最接近乘风的 这两位人 他们来谈的时候 一定是中美的大方向 本来美国 他是希望在一月份的时候来谈 圆越时候嘛 那中国大陆知道美国为什么选在圆越来谈 就是因为冬季奥运 美国想用这个来做筹码 就说如果你让一步的话 我在奥运我就帮你什么忙 那中国大陆当然了解 美国人在玩什么打戏嘛 那冬季奥运怎么可能让你美国人当筹码 所以大陆的态度很简单就是 我不跟你一月谈 东奥完再谈 东奥完再谈 那你看不跟你一月谈 东奥完再谈 美国一看这个筹码没有用了 在东奥里面就开始做文章了嘛 说什么 又讲人权的问题 又讲什么什么问题 又要抵制啊 可是你看抵制来抵制去以后 结果没有几个国家 复合美国再走 所以美国在东奥这个部分 也给自己搞得灰头土脸 刚开始好像政势很大 最后也没成功 好 东奥美国破坏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的时候 那三月份就如期的来谈了 如期来谈 可是你看哦 杨介石的讲话还是很简单 第一个还是中美的关系要怎么走 那中美的关系要怎么走 那就以两国的领导人 当初所达成的指导原则来走嘛 那习近平的指导原则 杨介石这次在重述一遍 然后杨介石反过来 就指责这个苏利文了嘛 说你们的拜登 也有指导原则啊 那你们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就是现在在说他言行不易啊 对 就是言行不易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你美国人说的跟做的是不一样的 在国际间一放送的话 其实是让全世界都知道说 你美国人擅长说谎 然后你答应的 你说的 而且你国家元首说的都没有用 其实是在这里的时候 会让世界各国的领袖知道说 哦原来拜登讲的话没用 因为他讲的都是谎话 言行不易 你现在看一个政治领袖 尤其一个大国的政治领袖 在国际间一二再再二三 然后三二四 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 就是拜登是言行不易的人 言而无信 说了没有用 答应你的也做不到 那这种领袖就不值得信任了 我觉得这个是伤害才是战略上的根本 那美国人如果不在这个地方上处理好 美国人等于是把自己的根本 把它弄坏了 我觉得在这个 这一次的会谈中 我的推断 我觉得大陆已经达到他的要 他的目的了 战略目的了 就是他所要展现出来 释放给国际上面的讯息 其实虽然这个七个小时的会谈 是没有最终结果 但是他要释放出来的讯息是说 美国人答应的事情 是不会真正诚心诚意落实的 是的 因为你看在世界各国的主流媒体中 还是会把杨洁篪 会把他们这个新华网 新华社他们所公布出来的 由中方的所公布出来的讯息 还是会做报道 即使你是再有偏见的西方的媒体 因为现在西方的媒体 已经不太像媒体了 就是西方的媒体 已经不太像新闻机构了 它比较像他们的政府的宣传机构 那这个政府的宣传机构 是完全配合美国走的 所以西方的这些主流媒体 坦白说 在这一次您是学新闻的 在新闻学里面 他们的颜面扫地 这个就好像我有时候 我会在节目中讲就是 有一些欧美的媒体要访问我 那我基本上都是婉拒的 为什么婉拒 因为我以前几年前 好几年前 上他们的媒体的专访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还蛮 还蛮有一种 觉得被肯定的一种感觉 就说这个是一个可信度高的 然后一个中立的客观的 有新闻价值威望的媒体 那我觉得能够接受他们的专访 我都觉得蛮开心 现在对我来讲的话 接受他们的媒体的专访 就侮辱我 我就觉得很没面子 羞辱我 因为他已经不够格了 他已经不是媒体 他是宣传机构 我为什么要接受他的访问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看西方的媒体在从特朗普 就从川普一直到现在这几年来 他们把自己弄堕落了 他们都已经变成美国的宣传机构中的附属 他已经卷入政治太深 变成政治工具了 他变成政治工具 我觉得他们的 他们失去他们自己的公信力 失去他们自己的新闻的可信度 我觉得这很可惜 把自己作建了 那问题我们呢 我们能攻 不能攻啊 所以第一波我们很努力 我们将士甲地很用心 战法还打得很巧妙 我们存下来这些飞弹 还剩多少 第二波呢 中国大陆上百万的军队 第一波来二三十万 第二波再来二三十万 怎样呢 所以大家就要考虑 不是说我们认熟啊 服软啊 今天就跟乌克兰犯的错误 我们要同样同分 能有时间谈和的时候 你不谈 能该避战的时候 你不避 等到逼上梁山的时候 哭都来不及 不过逼上梁山 现在的做法 好像就是像乌克兰这样子 就是在城镇里面 把军队放在城镇里头 守城镇 因为台湾唯一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没有其他选择 不是 你没有福地嘛 你跑哪去啊 台北市出完了 还是新北市啊 新北市出完了 还是是啊 台湾有多少面积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中央山脉的 山脉地占了多少 百分之七 那剩下的平原都很小 乌克兰还可以往乌西跑 往苏联跑 我们往哪跑 跳海吗 游泳吗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 国军将来打到最后 一定是还是要靠城镇 最终还是 最终还是 但是城镇之后 你要做这个战的 城镇战 你就要有城镇战的办法 台北市劳北京往哪里疏散 人造走廊在哪里 开到哪里去 新北市啊 新北市还是城镇啊 对不对 你开到哪里去 你什么时候撤退 城镇战有很多 现在好像这个演习啊 就是说这个 外国媒体有报道 台湾在做这个城镇战的演习 以高雄为模拟的话 那就是呢 等到这个共军如果登上岸边的话 那第一波在沿海打 然后呢就会进入了这个 住宅区商业区 然后打完之后再往山上一点 就到了山村里头继续去打 所以是这样子的路线吗 你们是外国人的观察 对外国人看台湾的演习 我在高雄那边当过旅长 对这支障 这样能打吗 哪有沙 什么沙滩嘛 没有打 他一上来就是大辽山脉 跟寿山 跟观音山 那三个 中间就是高雄盆地 一上岸就进来 就进住宅区跟商业区 就进了 因为你左银行往哪里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变措施的时间够不够 那你准备工作有没有想好 对不对 那其实情报来讲 劳工要打台湾 不可能让你完全看不到 因为军队要集中嘛 船间要集中嘛 飞机也要集中嘛 我们没有卫星 老美的卫星也应该可以告诉你了 对不对 买世界的卫星罩四个钟头有一张 至少可以判断出来 可是你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你要做些什么东西 有没有准备 不是弄两部坦克车 在马路上跑来跑去 现在演习是这样嘛 就坦克车开上马路装甲车 我是不知道他们先 他的兵器推演是什么 但是我们也都当年在这边守过 对不对 在台湾长大了嘛 你能脱胎换骨灶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看你的装备就知道嘛 对不对 就像我一样 人家看我 送我一部电脑也没用啊 对不对 键盘敲不熟嘛 一样道理啊 就前吃面 你能吃到多大一碗面 我们看得出了 所以问题啊 军事当然要准备 当然要准备 但是这个政府 是不是配合我们的国防部 我们国防部现在 高级将领讲话 有人听吗 我不去说 他们素质好坏 就是说 他们至少也在干这个职务嘛 你蔡政府是真正配合他吗 还是跑到教招那边 去视察一下 送一些什么慰劳品 国军战略就强了吗 我告诉你 你军阀不恢复 军队的训练 军纪都是没有的 而且乌西并不是东正教 也不是俄罗斯人 那必然会到处都是游击战 而且占领的成本极高 你要驻军嘛 你觉得他绝对不会选这个可能性 不可能 因为驻军成本非常高 那变成你长线补给嘛 所以他也要考虑竞技成本 战争是要算成本的 比如说你得到多少领土 那榨取到多少资源 对不对 那普京充其量就是乌冬 让他实质独立了 然后各地就自己去养活自己吧 那我只是提供一个 我们所谓集体安全这样的概念 这样对他来讲是最轻松 那所以 我觉得占领整个大乌克兰这个是异想天开 有没有人说他想要恢复苏联梦啊 那他自己会不千崩溃 我跟你讲 我最近就听到一个说法 就他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精确制导的导弹 只发射了大概500枚 这不可思议啊 你去看美国怎么打伊拉克 美国打伊拉克 这个随便就发了5000枚啊 这个就是钱的问题嘛 这很现实啦 因为你要知道 俄罗斯的国防预算只有600亿美元 那美国是7500亿 那中国大概是接近3000亿啊 600亿美元能干什么 600亿美元他有300亿美元 要维持他的核优势 基本上就没有啦 一半用掉了 只剩下300亿 300亿你要维持你的人事费用 那固定开销了 你剩下多少钱 那你剩下的钱 才能够制造武器嘛 所以就有人严重怀疑 俄罗斯的导弹库存有多少 所以为什么他只能够 打到500枚左右 因为他如果再打 库存可能就都用完啊 那到时候如果北约 真的跟你开打你怎么办 所以他一定要留一定的库存啊 准备要跟北约 发生冲突的时候使用 万一到内部 每个战术想定都是如此 有最坏的想定 对然后你再看他这一次 来乌克兰的飞机啦 事实上 我们就很奇怪 就是那个最先进的飞机 很少出来 比如说他那远程轰炸机 就很少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也就是 牵涉到成本的问题了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是 他不想造成重大伤亡 可是就因为这样 他就低估了乌克兰的战术嘛 比如说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他 军队就是跟民众混在一起嘛 很早就进入城市 让你抓不到他 然后他拥有很多次真飞弹 可以动不动来暗算你了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 提供的实时通讯 所以他很容易掌握俄军的 精准情报 精准情报 对 那这些我觉得他有点失算 那 我们也不只是这样 还看到乌军的 空地的一个联合作战 效果相当差 那这个就表示他的 指管通勤啊 事实上 距离美国有相当距离 就是空地联合作战 你可以看到美国嘛 美国是海空联合作战 然后空地联合作战 美国都是非常厉害的 那当然也包括他导弹够啦 所以基本上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攻击 都相当精准 那俄罗斯这次 你就感受到了 他对敌方的情报掌握 也不够准确 然后空地的联合作战 常常有失误 然后 当然也低估了 乌克兰的那个 保家卫国的决心程度 所以就打得不是很顺 那虽然这个是战术上 就因为战略上两个国家 实力太悬殊嘛 所以最终他还是会打赢 可是就是 就不会有你想象的那种局面 说什么要去占领乌西了 不可能啊 他没有这种力量 他需要保留一些战力 对付万一将来最快的想定 万一状况 也出手了 对那另外一部分 他一开始想定的战术 就不是要大规模的占领乌克兰 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想定的战略目标 应该就是大乌东 变成缓冲区 所以目前这个做法是符合战略目标的 我认为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并没有违反他的战略目标 那只是说战术 有点辞职啊 那可是他终究还是在按他的战略目标在布局 就是让乌东 那是用什么形式啊 那本来想的是说 你乌克兰如果乐意跟我签合约 就迅速结束嘛 那就是克里米亚两个共和国 独立就好 那可是如果你都不签那怎么办呢 那我只好 来扶植一些 偏地开花了 偏地开花嘛 什么独立市啊 独立州啦 一大堆然后建立一个乌东大联盟嘛 那广义上就变成一个反冲区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战略目标啦 因为他这个只能够徐途环境 因为他衰落太久了 他是最近因为石油价格暴涨 那慢慢的又囤了一点钱嘛 对不对 外汇储备到6400亿对不对 那可是他其他的钱都不多啦 那比如说你石油涨价 粮食涨价 那最近又可以再囤一点钱嘛 那慢慢慢慢 这个我们说导弹库存 方方面面再累积一点 因为你要知道他的军备很多都要维修的啦 因为都有一定的年份 这跟中国真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中国你要知道 他的GDP是中俄罗斯的十倍 那军费 目前我看到只要表面数字 至少是俄罗斯的五倍啦 至少啦 那中国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常在其他地方的 搞不好跟军业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中国他 他各种库存都在迅速增加 那现在只是人家在讨论说核弹你是不是也要增加库存这样啊 这个都要钱啦 你要知道俄罗斯那个核武库那花多少钱啊 那光是核子动力潜点你就有23艘 这要多少钱啊 就是你要维持他的运作状态啊 那中国是不断的造新舰造新飞机 然后导弹不断的增量 在做库存嘛 所以他没有中国这样的财政实力啦 打仗真的是要有财政实力支撑啦 所以目前可以用 就是我这次在看俄罗斯这个战争啊 就说奇怪怎么对金子导弹的发射啊 这么节省啊 因为已经打到第二十几天了嘛 对不对啊 为什么这么节省 后来我想一想 真的就是库存不够 在美国的政治学界啊 派系派北是很多 但基本上有两大主流 我们简单把它称之后 现实主义跟自由主义 但是你不要从字面去看 好像现实主义很现实 或者自由主义就比较自由 不是这回事 那只是戴在头上的面具而已 那什么叫现实主义呢 现实主义就是说 你要考虑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 军事力量跟政治影响力 才会了解这个国家的行为 而跟谁是领导人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如果他的军事力量是这样子 他的政治力量是这样子 然后他所处的地缘政治是什么 总是会换到一个领导人 会做出符合这个结构的事情 所以预言会非常整确 比如说秀琳你突然间 中了D特奖 哇拿到10亿 那你要过原来的生活不太可能 因为你结构改变了 所以总有一天 会在Chanel的店里看到你 封店买采购 这是同样的道理 拖你金口 希望这件事情会发生 对 再来自由主义是吧 他们讲的是国际法 国际道德 他们认为国际法 国际道德 终究是人性的光明面 那人性的光明面一定会战胜黑暗面 这是自由主义比较浪漫的 那基本上我们也的确发现到的 不能排除国际法跟这个所谓的国际道德的影响力 但是国际道德跟国际法影响力经常会出现说 势力差不多的时候才会发生影响力 但是势力差距很大的时候 那个影响力就很有限 比如举个例子 美国打伊拉克有什么国际道德跟国际法可言 还在联合国里面拿了一个洗衣粉 说这是化学武器 然后去污蔑伊拉克 然后再派兵去打伊拉克 打伊拉克是打兼媚战 第一个炮弹打上去什么总统服 国会行政大楼全部打垮了 为了要杀海珊 看你躲在哪里我杀到哪里 海珊躲过了 他的儿子被杀死了 那这个叫什么 有国际道德吗 有国际法吗 没有 比如再举个例子 比如伊朗有个将军 到中东旅行的时候 美国就派无人机 川普就把他杀了 用飞弹把他杀了 因为他车子看到了 定位打上去就把他打死了 有国际法和国际道德吗 没有 同样道理 前一段时间来台湾访问的 美国国务卿叫蓬佩奥 你知道吗 美国政府现在他退休了 退职了以后 每一个位还要花200万美金 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一直有情报 伊朗要报仇 就是要抓蓬佩奥报仇 报仇就是要暗杀蓬佩奥 所以蓬佩奥可能终身 除了他当选美国总统 不然终身都可能在伊朗的威胁底下 因为伊朗认为 你以前美国对我干的坏事 就是你主张的 那这个当然 我也不确定 是不是蓬佩奥有干这个事 但是他参与其中是跑不掉的 那伊朗要杀蓬佩奥 不符合国际法吗 不符合国际道德吗 可是问题伊朗有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有这个能力 美国才害怕了 那如果其他那个 莫山什么 那个美国当然不会理他吧 那伊朗有没有这个事 就是因为有这个实力 可以在美国本土里面 取这个蓬佩奥的向上人头 所以美国政府才要每个月花 200万美金来保护 什么保护会 来保护这个蓬佩奥 所以我们会面对自由主义 比较讲国际法 国际道德 但那适用性是实力差距 差不多有效 但是如果 这个所谓的现实主义 我们发现到 他经常是 不幸会议员悲剧发生 算是一个是喜剧派的 一个是悲剧派的 所以尼尔斯海默写那本书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被我的老师 Graham Edison 就是那个 休息底德陷阱理论的 一个创始人 指定要读他的书 也要指定要读这个 基辛吉的Diplomacy 指定他的这个 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 因为都是经典 那反正一个经典的话 你会一读再读 不像很多人写的书 可能看都不想看 我们丢了 他不会 他真的值得大家来读 尤其是当过 想要当领导人 或想要去做研究 这个国家重大政策的 他的书不读的话 就不及格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那比如说自由主义 有一个另外一个 也很有名叫福山 他是日本人 但是因为规划美国 叫福山 他也写了一个 所谓什么最后一人 他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 这种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 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 唯一的生存下来的制度 其他的都会媚绝 他会媚绝 他的理论 这个算自由主义吗 自由主义 大家都灭绝了 只有他活着 这叫做自由主义 大家都改成他的制度 什么其他制度都会消灭 只有他的制度会存活下来 其实以解放军 他当时跟乌克兰 那个购买跟合作 那个建造这样一个野牛来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 野牛的这个 所使用的这个场域 可能不见得是在台海 他可能比较适合南海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运输量大 而且他的快速 那以台海来讲 因为台海之间 我们最近也看到 就是乌克兰 当然给跟俄罗斯 之间这样一个冲突 的确给台湾 非常大的一个歧视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现在这些 穿梭于这个华府 跟这个台北之间 这些学者等等 都说你台湾应该要搞 这个叫不对称战力 对不对 那什么叫不对称战力 譬如说像美国之前 卖给我们的这个100套 暗制的这个鱼叉 或者我们自己 研发的这样 像熊二熊三的陆基型 都是在这样一个概念下产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今天如果面临到 跟大陆这样一个军事冲突的话 大陆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运用他们现有的空优跟海优 对我方的海空 进行一个非常大量化的 集中的这样一个摧毁跟压制 导致就是说我们的海空军 面临到大陆的战机 大量压境的时候 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可能只能保有局部 或甚至于必须要 隐藏一定的这样一个实力 那在这个情况下 大陆如果对台湾攻击的话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响听 它的目标很可能是台北港 或是像桃源机场 发动一个快速的三机突击 为什么 抢下机场才能源源不断的 跟港口才能源源不断的 把他的军队送过来做一个叫行政下线 但是这个东西 以这个眼油来说 它很大一圈 它很大 这个船很大 它在通过台海的时候 它如果没有办法保证 我们在完全百分之百的压制了 我们的暗制的这样的反舰飞弹的话 这个东西过来其实很危险 而且你看 它上面可以带十辆战甲车 还有包含将近两三百名的这样一个军队 你打中的话基本上这些都是bonus 对不对 都是红利 所以像这种东西 它其实在台澎作战的时候 如果说不是已经压制到 把我们的火力彻底压制之后 它才有可能使用的话 基本上来讲 这种东西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在台海 我个人这样看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 因为像野牛气垫船 他们当初我们要做这个东西 台湾看似四面环海 感觉好像海岸线很长 但其实台湾真正能够作为两栖登陆的这种点并不多 因为大部分的台湾的海岸 都有我们中华民国的河川局 其实叫河川局在管这个海岸 他们去 因为我们台湾整体来讲 我们的西海岸西部海岸 它通常在以前我们高中地理讲说 一个叫做进水退役海岸 它的海岸线一直在往内陆缩 特别再加上我们盖了什么 像比如说台座六清盖了以后 整个六清以南的海岸 由于都缺了很多 就是随着海流而来这种沙子 大部分都是在退缩 最明显就是加入塘 屏东的加入塘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跑军事线的时候 去看过他们那边做联星登陆演习 那时候一开始摆在那边好大一片沙滩 这几年去到加入塘海边看 海滩的滩线已经退缩到几乎快到跟海堤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知道台湾的西部海岸 其实并不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拿来登陆的 再加上为了要遏止这个情况的恶化 所以我们的河川局就在海边丢了很多霸掌 然后如果不是在比如说南部 丢了这种满部霸掌的这种海滩 到中部的话 盐田 磕辽 磕架 磕棚 你这种船冲进来的时候 我们也卡在海岸边 所以他们现在所沿巴的这样一个突击登陆的概念 其实很超美军 你看他们现在接连做了三艘的075两栖攻击舰 那两栖攻击舰 它外形其实就像一个直升机航空母舰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船屋 它可以带这种比较小型的气垫登陆艇 也就是说一次可能运动一部战车的或三四台卡车的 而且它的速度也很快 在海上航行大概可以到时速五六十公里 当然那个时候海上非常良好 我们也看过在夏威夷外海看美军气垫登陆艇在跑 因为夏威夷外海那个涌很大 涌浪不是那种会冒白头那种涌浪很大 所以看到那个气垫登陆艇就在海里面挣扎 然后一直在跑 也跑不了那个70公里 但是我们刚刚讲 如果你已经到近岸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这种小型的气垫登陆艇冲上来的时候 它的确可以快速的 然后一次让一两台的战甲车辆登岸 然后再加上如果说它在攻击的时候 它一开始就比如说像桃园 我们刚刚讲桃园的桃园机场 或是台北港作为强攻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话 这个时候小型的气垫登陆艇 搭配我们讲到的两栖攻击舰 我个人认为对我们的威胁度远超过这种野牛气垫登陆艇 所以它是一种比较化整为零式的强摊登陆 对如果说是我们刚刚讲现在这个方式是这样 这个就是非常整 我们刚刚讲说你看一次这个实际战甲车 真的被一颗反舰飞弹 如果它弄不过航中的话 你看虽然说它上面有AK630 那种我们叫进货防御武器 就是俄罗斯的这种多管的这种机炮 然后对于来袭的反舰飞弹可以发出非常大的弹幕 但你看像它来讲 它本身并不是具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防空网 如果来保护它的话 那你如果一次多枚飞弹袭袭向它的话 它可以打了第一个打了第一个打了第三个 第四个碰被击中 只要被击中 你看上面的包含登陆的车辆跟人员 都变成我们的bonus 就像这次俄乌冲突的时候 一开始俄军为了要夺取基辅的附近的机场 它派了IL76载了满满的一散兵 结果散兵还来不及跳伞 飞机就被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给K到 所以就一整架飞机加一整架飞机的散兵就一起就下去了 所以像这种东西它的用途 它不是用于突击的 而是在它已经能够有效的控制一部分的海岸线 之后进行快速登陆以及大量部队运送 它是这样的一个效能